剛剛聽完柏雅的講話,我感觸還蠻深的 就是,其實我覺得好像就是一種傳承 就是柏雅他走過一年嘛 那其實我們是剛開始 對,就等於說,我覺得好像就是 焦點這個平台提供我們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好像就是一個交流嘛,那就等於說 嗯,對,我們也是剛開始 那,就是希望說我們也可以走過一年 對,那,就是 嗯,大家好,我是林傳哲 如果說要怎麼記住我的名字 其實,嗯,我可以這麼想 就是我是一個想要傳遞哲學的 哲學思考的人 對,對 那其實今天我想要講的主題其實就是 網路民主跟革新 對,可是老實講 這個主題好像在這邊講有點太 太嚴肅了點 所以我是想說 先講一點別的東西 對,嗯,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沒有聽過 嗯,薛丁格的貓 對,薛丁格的貓 嗯,不是薛丁格的牙刷 嗯,也不是薛丁格的漱口碑 而是什麼 是薛丁格的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對,可能,嗯,對 其實薛丁格的貓他是在講什麼 他其實是在講一個,一個物理學 量子力學的發現 就是量子力學發現說 它,其實粒子有二相性 就是說,粒子它其實會 如果說你沒有,你在沒有觀察它 它是波動的狀態 如果你有去觀察它,它會變粒子的狀態 很神奇對不對 所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對,就是說 我再來講一下 薛丁格的貓是在講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薛丁格的貓其實是在講說 薛丁格的貓 他是一個很沒有良知的人 對,他今天把一隻貓 跟一個會五十八 他機率會爆炸的一個炸彈 放到一個箱子裡面 然後那個箱子裡面 現在是封閉的 然後我們都不知道說 裡面的情況是怎麼樣 結果時間過了 我們不知道說 炸彈到底爆炸了 還是沒有爆炸 就是說 它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還沒有掀開這個盒子的時候 這隻貓是存在於 同時存在於 就是活著跟死亡的狀態 就是說它兩個狀態都是同時存在的 那 那 這東西其實有點懸 就是 可是 怎麼講 就是物理學家有他們的道理嘛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它怎麼講 對 它其實是講說 是什麼東西決定了這隻貓 它最後到底是活著還是死掉的 這個 這個是狀態的 其實就是 每個觀察者 就是說觀察者打開那個箱子的時候 那個瞬間 它的意志觀察到 它才會再決定說 這個 就是這個結骨 就是這隻貓是活著 還是這隻貓死掉了 對 就等於說 它是講的是平行宇宙的概念 就是說等於是說 當我們在做某一個決定之後 我們可能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平行宇宙 就等於說四根 對 就等於說可能會存在於就是 呃 炸彈沒有爆炸 貓還活著死在 那個宇宙 還有就是 貓死掉的宇宙 對 就等於說 就是說 在我們每個人在做決定的當下 都有可能 就是會產生不同的一個 平行宇宙的概念 對 那這樣的話 它又會再遇到 更多的選擇體 除了to be or not to be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就等於說 平行宇宙它會再有更多的選擇 就等於說 又會再產生更多的平行宇宙 對 對 那其實 我想帶出這個 這個概念是 想要 是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論述呢 其實這個 有點含糊對不對 感覺好像在講哲學 啊 對 我是還蠻喜歡哲學的啊 對 那其實我是想要告訴大家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座的每個人 在座的每個人 其實我們都是那個觀察者 我們都有權 我們都有能力可以去改變世界 知道嗎 就是等於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水的結晶 日本的一個研究 這等於是說 當你散發散的意念給那個水 它的結晶會變得很漂亮 可是如果你當你散發惡的意念 就是去咒罵它什麼的 那個水的結晶會變得很破裂 很不完整 對 也就是說其實 量子力學講到現在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物質 現在我們看到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坡的概念 就等於是說 等於說我們 雖然我們看起來都好像很渺小 其實我們都有去改變世界的能力 就是看我們要去抉擇什麼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做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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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對 那好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對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網路民主跟革新 那這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東西 網路這個東西 其實在我們年輕人一般的印象中 大部分就是打囉嘛 然後 賀斯福克嘛 對啊 然後不然就是宅宅 對 對嘛 那民主呢 民主在我們年輕人的概念裡面 大概有什麼樣的概念呢 嗯 大部分就是議會打架嘛 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 不然就造勢現場嘛 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 不然就 政論節目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在我們這些 在我們這些觀察 就是我們看到的一些 這幾年看到一些 不一樣的面向 網路帶來什麼 20 2011年的時候 這個什麼大家知道嗎 茉莉花革命 對 對 就是說它 茉莉花革命為什麼會跟網路有關係 其實它有一個別名叫推特革命 就等於說 當資訊 當資訊可以被擴散的時候 我們人民的意思 會就是起來 就等於說 當面對不公不平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捍衛的就是 去討論就是 我們有了什麼新的可能 然後民主 很榮幸的就是說 前幾 這個不久之前 我們有一個擺設十字架 我 我早上有在這邊 對啊 我就有去看一下 就是在那個位置 對 對啊 那 革新呢 就是說其實這兩個要素 我們想要探討是什麼樣的革新 其實 之前 前天只在PTT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字 這名字叫做 鍵盤革命 這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 其實是 我要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前輩 就是在鍵盤革命這個領域 新的領域 對 那等於是說大家 因為其實 像是 GEME 這個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他們是等於是監督政府 他也在做跟我們很類似的案子 對 可是他們本身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團體 那我今天又下午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那呼叫政府 等於是說追蹤議題 做議題連署的 那再來是 這個是善秉雄英 他也是議題連署 就是他們會推出方案 然後會去 去弄一個議題連署的部分 那再來是介紹我們 我們是抉擇 對 決定的抉 哲學的哲 那抉擇王 那我們是想要做的是 議題的思辨 直接民主 對 我們是專門就是要走這個地方 對 那其實就是 但我講一下我們的概念 其實我們看到說過去的 就是 因為民主就是會有一個代表 代義政治 對 但是這次其實很容易形成意識形態 就意識形態造成我們的一些 很循環的一個 沒有辦法去 一個鬼打牆吧 就是沒有辦法去好好去討論事情 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落實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等於是說 其實我們是想要探究的是一個 可不可以就是用網路平台做審議式民主 那我們審議民主的概念是說 我們不先進行討論 而是先進行投票 這等於是說 先進行團體意識的控制 探討 對 那就是說 就是網路投票就是去捨棄掉民意代表 然後可以就是讓大家直接投票 我們投票投票什麼 決定的是事情 政策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代義 就是說 我們在就是 只有 只有就是討論人 那個人到底做得好不好 而不是去討論事情的本質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去去improve的地方 對 那其實就是 其實我們東西是要講的是一個二元論的概念 就比如說以核電為例 就是說 比如說就是核電嘛 就是會有支持跟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比如說在 你支持廢磁核電 可是 會不會有新的議題 就是新的二元疊加 就是像 堆疊 堆疊 肯定樂高的概念 就是比如說 同時在一個心理一起說 你是不是支持火力八點 然後會就會在新 形成 它就是同時會在形成新的立場點 那我們又可以再去接新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可以無限的疊加那個議題數的概念 就等於說 我們希望說在這樣討論可以 就是利用投票機制 等於說過了一些投票 我們還可以形成一間短期的共識 那這樣是有什麼樣的目的呢 對 其實就是 肯定樂高堆疊的概念 會不會有一題數 對 就是說我們希望把議題 比較複雜的東西 變得簡單一點 就是變成是二元 叫大家說 面對很多選擇 只會用兩種選擇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我們像未來就是可以 透過這樣的機制 可以討論法務 法律 稅務跟制度 對 那最後就倒立法會有原點數 就是我們想要訴求的 實質疑行力的部分 那 對 雖然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很遠大的目標 對 但是 就像柏雅講堂剛剛講的 對 對 所以說 我是認為說 年輕雖然就是 對 但是 我是不想做遺憾 對 那 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 對 比较理论 对